子宫严重下坠案例 李阿姨80岁 子宫严重下坠到体外 已有20年 大小如网球 悬吊在两腿间影响行走 稍有不慎 就会摩擦伤到子宫外膜 会疼痛 红肿 破皮 出血 导致随时随地情绪紧张 2017年到旧金山推广点 以原始点调理已近一年 子宫下坠体外现象已解除 但仍有下坠感 持续以原始点调理 2018年6月 子宫介绍姜汤灌肠 是加强内热源 直接温暖下腹部器官的方法 回家就自行操作 每天一次已经一个星期 灌肠后 强烈感受到子宫明显收缩 下坠感减轻很多 她又惊喜又感动地和大家分享 她二十多年的顾及大患 终于解除